在這段期間以來 政府親全力在做的兩件事情 就是防疫 確保國民的健康 同時我們也提出了各式各樣紓困的方案 希望能保住臺灣經濟的元氣 等疫情過後 我們可以重新集結起來 把經濟再用更大的力道 把我們的經濟往上推 所以在今天我們借這個機會 而謝謝我們的企業 在這個期間能夠守住 剛才我聽到的這個簡報 真的非常感謝 不停業 不殘緣 而且不減輕 而且沒有無薪假 對於很多人來講 這是一件很難維持 而且很難達到的目標 但是我們響兵在我們餐飲界 受到這麼大的衝擊情況下 能夠守住這四件事情 我們真的要代表國家跟政府 來謝謝我們響兵集團 所有的國營市董事長 我們的總經理 還有幹部 還有我們所有的同仁 大家一起守住 也讓臺灣在這個困難的時候 看到了我們企業的責任感 還有我們員工一起打拚的精神 這個紓困方案 執行到現在當然各界還有一些指教 希望我們能夠做得更好 我也看到我們整個團隊 在每天的執行過程中 如果不需要就常常做調整 也就是希望讓政府的協助 可以在最短的時間 有效率的提供給我們 不論是個人或是企業 這一點 我們每個團隊都非常的辛苦 我們的地方首長其實也很辛苦 因為你們在第一線 能夠親身的跟我們在意的所有的企業 或者是我們在這裡的民眾也好 他們所需要的協助 紓困這件事情跟防禦藥 都是我們中央跟地方政府 一起要來做的事情 也是我們政府跟民間 大家一起要來鼓勵的事情 這些不論是防疫也好 或是疏困也好 到現在為止 我們展現出來的這種精神 確實是難人可貴 所以在這裡謝謝大家 這次想讓臺灣的名字 讓世界都能夠聽到 也能夠認知到說 我們這個一群臺灣人 是很努力 很認真 很有愛心的臺灣人 謝謝 謝謝大家